这期来看吉米如何修复 这台保时捷911TARG上已经锈石的车甲 可以看到车身上有一道锈石的裂缝 吉米先是用切割机将锈石的地方切开 然后再将切口的边缘处进行打磨 从这打磨的工具不难看出 吉米又添加了新的装备 接着再找来纸板放在切口处 用记号笔画出所需大小 然后再用剪刀剪出纸板上的图形 有了图形后事情就好办了很多 直接在金属板上画出来即可 随后再一对应进行切割 最终再将切割好的金属材料焊补在车身上 看到这可能评论区又会有摇软将会说到 这修补技术真粗糙 其实对于吉米来说 只要亲手将这台保时捷911TARG 修复成理想中的样子就已经足够了 正所谓男子汉大丈夫布拘小节 可以看就这么小一块补丁上有多少的汉点 就能想到虽然不美观 但绝对牢固 汉接好后还是用打磨机 将上面的汉点打磨平整光滑 然后再用砂纸精细打磨一点 打磨后为了更加美观耐用 吉米又给这补丁处喷上了色漆 现在谁还能看出此处有修不过的痕迹 当来到前方吉米也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 因为现在的车架看着还是如废铁一般 对于像吉米这样精益求精的人来说 是完全不能容忍的 于是拿着铲子开始清理车架上老旧的漆面 然后再用老帮手打磨机进行打磨 打磨好的车架吉米同样选择进行喷漆 这样整个车架看着如新的一般 从视觉上来看好了许多 趁着漆面晾干的这个时间 吉米又来到户外清洗从911TARG上拆下的变速箱 记住现在这变速箱漆黑的颜色 看经过吉米的一番清洗后 现在的变速箱已经干净了不少 宛如像是新的一般 当天吉米收到了购买的二手拆车键 没错就是手上拿着的这个挡泥板 还有一个拆车键的引擎盖 可以看到将挡泥板装上车后 简直是严丝合缝 随后吉米两人再将引擎盖装上车查看整体效果 从车漆的颜色不难看出 这是从两台车上拆下来的外观件 引擎盖上还贴有上任车主的拉花 但这不符合吉米的审美 便直接将其撕扯了下来 让我们来仔细欣赏一下这套外观件 看着简直不要太完美了 是不是看得也想去淘一台这样的保时捷911呢 想知道这样一台二手的保时捷911 现在需要多少钱吗 可以上董车地了解更多车辆信息 现在的外观是齐全了 只等后期全车重新喷气就行了 随后吉米又准备修复这对拆下的原车缆了 在修复前 吉米先将线连接在电瓶上检查看是否完好 当接通电源的那一刻 喇叭发出了清脆的鸣笛声 听到如此响亮的声音 反而让吉米都不敢相信 因为在这之前 吉米完全没对这对喇叭抱有希望 接着就是将这对喇叭清洗干净 相信这过程你们不爱看 我们直接跳过 来看结果 可以看到清洗过后这喇叭如新的一般 而另一部分吉米则是用钢刷进行清理 向接口位置则用胶带保护起来 最后再喷上新漆上去 现在是不是又焕然一新了 又节约了几十上百美刀出来 等期晾干后吉米就迫不及待地开始组装 现在这样一对比 两个喇叭简直是翻天覆地的差距 最后吉米又花费半小时的时间 将另一个喇叭也整备了出来 看着这对喇叭你们还能联想到先前的样子吗 接下来就是中控仪表台修复工作 可以看到这一表盘已经破损弯曲 完全没有修复的必要了 还有就是方向盘剩下的这废铁一般的东西 也需要拆除更换 好了话不多说 直接看操作 向着空调出风口吉米直接用锯子将其锯掉 将空调出风口拆除后 吉米又开始拆除中控上的收音机 可以看到收音机上连接的线数非常杂乱无章 接着就是点火锁性 吉米先是将上面的盖子拧下来 花费了几分钟就轻松将点火锁性取下 接着还有副驾的储物箱 总之驾驶是能拆卸的配件 吉米都没放过 直接拆了个干净 拆完后整个中控除了破就是烂了 接下来就是重头戏来了 由于中控仪表盘已经严重损坏变形 吉米就逃了这个拆车键回来 但是这个拆车键不是911TARG的原厂键 所以只能做适当的切割 再将其焊接在一起 在切割前吉米选择用胶带粘贴在中控台上 以便于切割中控台时 不至于跑偏切变形 贴好胶带后就开始切割 切割下来的仪表盘显然是没有利用价值了 吉米直接选择扔掉 接着就是切割逃回的拆车键 这里的操作同前面一般 我们直接跳过看成品 可以看到切割好的仪表盘 形状上大致吻合 随后就是用焊枪将其焊接在一起 要是遇到不平整的地方 吉米还会用锤子进行调整 切割直至满溢才将其焊接起来 接缝出的焊点吉米也会将其打磨掉 而缺湿的部分则会选择废物利用起来 材料同样取自于这逃回的拆车键上 这看着就像完全是拼凑而成的一般 可能也只有吉米敢这样玩 还真是一高人胆大 整体焊接好后 为了效果看着更美观 吉米还将所有的接缝处都打磨了一番 打磨后紧接着又喷了一层底漆上去 现在看着这种空台 你还能想象出这是拼接而成的吗 吉米此时也是说道 千万不要在家轻易尝试 因为这样的拼凑焊接需要一定的技术功底 不然像仪表盘上复杂的曲线 很难完美无暇的焊接好 因为像曲线是无法进行正确测量的 接着吉米淘的拆车键又到货了一批 这次是这台保时捷911TARG的前大灯照 还有就是手上拿着的红色大灯边框 而手上拿着的这个大灯 则是吉米不知从哪台报废车上拆下来的 随后就是将这大灯拆开 然后再进行重新组装 最后就是将组装好的大灯安装上去 这里由于不是圆车灯 导致大小不一样 吉米用螺丝刀反复拧了无数圈才固定好 固定好后就是将这红色的大灯边框安装上 还别说装上车后还真挑不出次来 看着绒洽度非常高 只是几种颜色看着现在比较尴尬而已 好了今天到此结束 欢迎在评论区交流